其實我們的需求就是這樣 假設我今天按下它 它自動幫我輸出 當然你也可以輸出到這邊 只是說我不要把原來的公式蓋掉 我在H欄的地方 所以你把H欄拉寬一點點 在旁邊加個按鈕 然後一個清除 那程式如何撰寫 其實程式大概只有三行吧 插入一個程序 裡面就4i等於15到19 有沒有 然後呢 NASER 裡面的話就是輸出到 我們的Sales ID的H欄 輸出什麼呢 輸出這個公式 所以程式撰寫的方法 也許你可以先寫清楚 這個清除我想前面寫很多 應該大家都會寫 就是把它丟空置串 那再把這個公式 複製貼上來 中間呢 只有多一些東西 多什麼呢 就是多了這一串 這一串怎麼來的 前面好像有講過類似的吧 有沒有 你其實第一個 把這個公式先複製起來 Ctrl C 包含等號 取消一下 第二個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直接貼到這個上面 不過貼之前我的習慣是會先貼到那個記事本 為什麼呢 因為記事本 它有一個取代 反正就用記事本 第一個當然開啟速度快 第二個其實我只是需要用它 因為我需要把一個雙引號變兩個 那一個變兩個的話 你當然可以從頭到尾慢慢自己一個慢慢改 可是其實很容易 我後來發現 我很容易漏一個 或漏兩個 就是會即便你再細心 還是會東漏西漏 所以我建議啦 你乾脆用什麼 取代 編輯裡面取代功能 把一個雙引號取代成兩個雙引號 按下全部取代 這樣子 真的 後來我發現萬無一失 尤其是你公式很長一串 裡面有幾個 說真的 像這邊有幾個 有時候常常 只要你有一個漏掉 那你輸出程式就發生問題了 與其這樣導步用取代算了 而且取代 你閉著眼睛都不會錯 OK 但是你要慢慢取代的話 很容易發生錯誤 OK 全部取代 那取代的話 只要取代一次就好了 如果你再取代的話 它變成兩個變四個 給了問題 再來就把這個 再複製 特別要選的時候要全選 你不要漏掉一個 漏掉一個 又發生錯誤 按複製 然後怎麼樣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回圈裡面 因為回圈這個前面寫過很多了 所以我們就講得比較快 貼到哪裡呢 雙引號的中間 OK 把它貼上 那貼上之後的話 接下來呢 記得把15改成I 15有沒有 雙引號雙引號 移到中間 ANDAND 移到中間 加一個I 這個I指的是 15 16 17 18 19 對 因為你如果沒有改的話 當然你現在輸出 還是可以輸出 可是輸出的結果會怎麼樣呢 我們輸出給各位看一下 全部都是 44歲 為什麼 因為你輸出的話 每一個都是都是 15 15 15 它不會變 所以我希望它能夠 這個是15 這個是16 17 18 19 有沒有 那怎麼辦呢 當然你需要把 這個15 改成這個I 也就是說 把 裂號 丟到這邊來 取代它 但是 你不能夠直接把15改成I 因為 I是一個變數 變數要放在一個字串裡面的話 一樣 一定要怎麼樣 先把它切開來 所以切開會需要一個頭一個尾 然後面的話 一個尾 一個頭 就是後面在 然後中間用串接AND 把I放進來 那AND前後要加空白 所以做法上面的話 好像前面我們也有講過 雙一號雙一號移到中間 AND 移到中間 再加個I 那在issale裡面 AND的前後不用空白 可是 VBA 要加 空白 完成了 OK 這個我想 蠻固定的 未來 還是會不斷出現 所以 如果你對這部分不熟 可怕多做幾遍 熟了之後 那後面還有個15怎麼辦 沒關係 雙一號到雙一號複製一下 把這個15 蓋過去就可以 貼上 OK 然後 後面好像還有個15 因為我們有用到 這個列數 總共會有三個 好 做完之後的話 就完成了 那完成呢 當然你可以再 插入一個按鈕 插入一個表單控制項 那一樣年齡嘛 把這個複製一下 因為少打兩個字 這邊 Ctrl V貼上 有個年齡按鈕 按下 還有個清除 年齡 按輸出 OK 沒有問題 那 特別注意 最後這個地方 我看 這個 編輯一下 最後的話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這個公式怎麼樣 太長了 所以 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 直接把它 Enter一下 你會發現 錯了 為什麼 因為在Excel 在VBA裡面 你不能夠隨便的Enter 因為Enter會變成上面那一行跟下面這一行就變得沒有關係了 所以如果說你希望 按Enter但是又不會有影響的話 有一些訣竅 什麼訣竅呢 請特別注意 剛剛我們有加上這個I的前後哦 所以你將來我是建議你找這個end 我習慣是後面這個end 前面的也可以啦 不過我希望後面這個end 一個 這邊有一個 有沒有 剛剛貼上這個有沒有 你找到end的後面這個 的空白 空白 這邊加一個底線 它一定是空白 加一個底線 習慣是放在end後面 加這樣子哦 這個時候呢 其實你只要加個底線 Enter過 移開 它就沒有事情 為什麼哦 主要是 它會看到如果是空白加底線 它就幫你把下面一行 跟上面是連在一起的 但是你不能隨便一個地方哦 一定是那個串接的地方 所以習慣上是後面的這個空白的 後面這個end的空白的後面 加一個這個底線哦 所以這個我想你們多試幾次吧 那大概應該這個我想以後 你如果有很多的公式的話 就比較不容易出問題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哦 有關VBA的輸出哦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哦 那這個我想就 多做個幾遍啦 往後哦 你要做那個 把寫好的公式 利用VBA幫你輸出的話 規則呢哦 都是一樣的 掌握兩個要訣 一個是雙引號變兩個 一個是列號變I 那只是說那個 操作的方法哦 恐怕要特別小心哦 所以我雙引號兩個用取代 I的話呢 記口訣嘛 就是雙引號雙引號移到中間 and and移到中間 加一個I 再空白 那最後如果你要換行哦 記得不要亂號 就後面那個and 空白加個底線再Enter 其實哦 它就會自動幫你串接 兩行會變成同一行哦 給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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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